下午5点的时候,刘国梁发了一条微博,截至晚上12点,有21万人没看点赞,上次国评有如此大动静,发生在15个月前,2017年6月20日,在毫无盯着的情况下,官方申布刘国梁卸任国评总教练, 转而担任中国平堂球协会副主席,毕时,民怨沸腾,有的弟子也在各种商机比赛中或休战或无心恋战,如今,刘国梁重出江湖,网民高呼天亮了,听着像是邪不压正,乌云过后太阳,总算露出了金边,在这场号11年03个月的拉锯战中,7日平堂大老蔡振华,已于近日被调动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, 在那里,蔡芝将好玩他的政治生命,前后不超过十天内,师傅离开,徒弟大甘起鼓的回来了,这样的剧情纯属巧合吗? 显然不是,全力重新洗牌,按那之后就是染外的节奏,既然已不存在系统内的博弈与纷争,该是感变正事的时候了,刘国梁以谁都清楚他在这盘全力游戏里的地位,正因如此,他将《湖再见》的线辞六个字足以说明一切,陪国平,占东京,他选择在东京奥运倒数的第六百六十六天付出,一定是精心准备过的。 在刘庞发出微博后,几下弟子挨哥转发,为师傅打口,四十二岁的刘国梁少军中期里的大哥,没有他,五块金牌也许就打了水漂,因此,官家必须给他个面子,他们之间也都心知肚明,所有的意义纠葛,暂时先搁置起来。 等到2020年东京之后再摊开来说,于此来说,刘国梁本人也需要国平维系他的江湖地位,有人说,他这一年又是上综艺节目,又是陪女儿打高尔夫共享天伦,一点也没虚度。 此飞鱼,安之日之乐,从六岁开始打乒乓球,他的一切就交给了球台和奥运,离开平台,他还能靠过去的名声混战几年。 不过,越往后越不好说,毕竟,稳定成绩和持续曝光,才能给他带来所想要的一切。 所以,体育总局需要刘国梁,刘国梁也需要国平,不谈感情致谈利益,双方诉求非常一致,江湖而律里。 兵哥说,有枪的人才死得快,经去年被缴歇,然后休假设掉离,他亦被彻底制服。 在这个平价体系内,谢莫杀驴,过河拆桥是惯用计量,他能被压下去,自然就能被提上来,如此折腾,才能让那些鞠躬自傲者认清形势。 事实上,自身的利用价值,保证了他能顺利回归,他们的感谢四年一次到运,拿冠军他们就有年死金牌。 只要这种维系利益的香火不断,刘国梁就永远在游戏和心里,他也有可上桌谈判的资格。 那些将此定义为专业人干专业事的人,等同于再讲一句正确的废话。 只要刘国梁在这个位子上,平台老人就还有东山在起的那一天,正所谓,刘德勤山在,不愁没茶烧。